庭审期间 联邦助理法官布伦南向唐娟宣读了两项大陪审团对他的重罪指控 即涉及签证欺诈和虚假陈述 如果罪名成立 除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联邦监狱服刑和25万美元的罚款 还将面临另外最高5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 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州法庭取消了面对面开庭 周一庭审继续采取视频连线方式进行 唐娟全程通过英文翻译协助 听取庭审内容 法庭为其最新指派的联邦公辩律师确认 唐娟不认罪 这意味着案件将进入庭审阶段 唐娟将继续被关押 不得保释 美国助理检察官科伯拉当庭透露 检方从唐娟公寓的住处搜查到了4个电子设备 共截获260GB电子数据 相当于280万个电子文件 考虑到被告律师检阅需要时间 法庭决定延后4周再审理 今天开庭现场很多来自军山湾区和沙山缅度当地的华人 赶来见证联邦调查局对唐娟的起诉 他们表示美国政府终于觉醒 正视中共的间谍行为和对美国社会的红色渗透 他之前躲在中共大使馆寻求中共政府的庇护 但是我认为 我猜测是没有成功 然后他现在应该是被FBI已经拘捕 然后从他的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中共卖命一定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我们首先要感谢美国政府这次能够警醒 能够意识到中共对美国对这个自由世界的危害所采取的这么一种行动 我们作为这个海外华人 尤其是我们饱受中共这个独裁政权伤害的这部华人 我们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 如果你不加以防范 不加以去阻止的话 它会慢慢的侵蚀自由世界 驱逐中共间谍实际上就是捍卫自由的一个行动 当天法官布伦南最终敲定 唐娟下次庭审将于9月1号上午9时15分举行 新唐记者林肖然 古新月 加州首府沙家缅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